它把它捞下去 捞下去 对这个孙子的油会给你吃去 这个油会给你吃去 这些都吃去 来到农友辛苦栽种的绿竹笋园区 一夜之后眼前的土壤全都被翻弄过 原本应该是满地的绿竹笋准备收成 但现在看到山猪吃剩的竹笋残骸 让农友相当无奈 疫情期间 就是说猎人比较不敢上来 我们有跟他们讲 我们也有跟他们讲 山猪一直来 他们说没办法 我们现在去有时候人给你捕 他们在前纪 山猪都给你摔在那里 山猪都给你摔在那里 山猪都给你孙末给你加到一种一种 不然老师母整个给你摔在那里 山猪这么高的他都给你折断 每年的5月到9月 是马林地区立竹笋产季 但因为疫情 猎人怕群聚 减少上山打猎 让山猪更大胆 横行无主 把整片的绿竹笋都吃光光 只剩下卖相不好的 要剥壳煮熟再卖 原本一斤140元 只剩下100元 什么抓的 抓来怎么处理 还要写报告 根本是扰民 这样扰民啊 东西保护法你要保护他们 可以 但是你要编个预算 损害农民 你是不是要有预算来补偿农民 在野生动物保抑法第21条有规范 如果它有侵害农民的作物的话 事实上可以申请猎捕的 那有关马林农民有农作物受损 这个部分要申请猎捕 东保守这边原则上都会同意 等了一年 好不容易辛苦栽种的绿竹笋 总算可以收成 但一场疫情让山猪横行 现在只能发出追捕令 在园区里抓到山猪的人 悬赏1万元 希望减少农作物损失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